岁孟年终各产业心情大不同 远离疫情阴霾 更有四个产业出现爆富性年终 疫情后旅游业翻盘 各界看好航运年终上调 包含长龙 机票价格稳固 加上前三季获利创新高 预估年终五到六个月之间 华航受惠于航空货运大好 预估有四个月 全都约于去年三个月 国内的消费市场力道回稳 再加上出入境的旅客也逐渐复苏 所以今年在汽车 航空 还有餐饮服务业年终砍俏 另外餐饮业从禁止内用 到疫后一味难求 逐渐二十八号宣布 撒八千五百万发年终奖金 还送件登陆新贵 员工有望这次红 黄品集团也从去年一点五个月 有望加码三个月起跳 进口车它因为晶片短缺的关需 那变成说市场是缺乏的 那最近慢慢的给它补齐 那加上几个大厂车款 都陆续到位 同样看涨的是汽车产业 和泰车前三季狂赚三个股本 今年有望年终加红利十四个月 堪称疫情之后最具爆发力 还有三洋二轮四轮上看八个月 另外范德永业 玉龙集团旗下也全被预估 比去年好 有点羡慕 工作应该不会到这么多 所以可能有机会看看吧 还有工股银行也同样望望望 赵丰盈大胆拍板 明年调薪百分之四点五 年终也上看八点三个月 可能成为最丰厚 第一金至第一银行董事长 初月勤也宣布至少七个月 还有华南恐怕也会比去年再加码 也让不少人羡煞不已 这方面就忘记台北报道 我是陈志根 从采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们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叫我铃铛喔